台安全人员走私免税香烟引发岛内社会高度关注 据台媒体透露 24号台北地检署派出检察官赴蔡英文的寓所 在特勤人员宿舍取得遭生压者的个人相关物品 此举创下岛内司法首例 岛内各界也纷纷质疑蔡英文 据台湾媒体报道 24号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太昭召集项目会议后 认为有必要保全相关市政 因此有检察官亲自在蔡办正峰市人员陪同下 进入蔡办对面的特勤人员宿舍 搜索吴宗宪张恒家的寝室 据了解 检方已取得吴和张所留存的过去团购名单笔记本 与相关电词记录 报道称 这份50人团购名单里 包括蔡英文办公室 台安全会议 台安全部门的官员和高级将领 甚至还有台安全单位以外的所谓贵妇团 而承担蔡英文专机任务的华航 25号下午终于召开记者会 向外界说明情况 由董事长谢世谦主持 并鞠躬向社会大众道歉 不过在此案 据关键角色 被外界点名 跟民进党关系深厚的 华航资深副总罗亚美 和空品处副总邱章信 却没有到场 真正的订购是109条 109条 销售销售销售是109条 那这里面的预购是9274条 那另外呢 那个机上购买的是735条 谢氏先生称 所有交易都是在空中飞机上完成的 属于竞卖交易 且作业流程按一般正常业务执行 而华善空除董事长叶菊兰 也在面对记者时干脆表示 他是在事件爆发之后才知情 会坦然面对调查 至于2014年以前的资料 华航以系统更新为由 表示无法提供 对于华航人士种种说法 同为绿营的所谓时代力量 都听不下去了 该党民代黄国昌猛烈抨击称 华航可以把责任推得这么干净 他叹为官职 黄国昌接着追问华航 除思烟外还有两批货在哪里 一批就是吴宗献的民意 9200条 另外两批货呢 华航到今天还不敢面对 国民党方面 继党团25号召开记者会 直指蔡办秘书长陈菊 要为这次的免税烟走私案 下台负责后 26号上午再到台监察机构 告发华航 官邸警卫是主论 林国清知情 而且摄入 这已经涉及到土地罪 所以我们要求 党团要求存局 必须下台负责 就算600条在空中买的 一个人可以买600条吗 华航的管理签字还真的不要脸 可见内部已经设好了停损点 我们只看到民进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无论是新潮流或者正国会 26号下午 蔡办召开记者会 发言人黄崇燕石口否认 有蔡办和安全部门的政务与基要人员 订购烟品 涉及本案的相关商品 也没有进入蔡办和蔡英文寓所 至于其他高阶干部责任 已经在研拟相关处分 将会尽快提出 并再次强调 利用领导人出访 超量订购大量免税烟品 是历经多个时期的积息 对于此次走私香烟案 蔡办显然在尽力扑火 岛内舆论却不买账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就在脸书发难 如果对自己人可以轻轻放下 蔡英文就准备明年1月11号 重重摔下吧 而此前一直炮轰蔡英文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次却意外地点到为止 一开始是蔡英文捡到枪 所以那个万都万蔡英文会有 不过因为她最近捡到烟 你知道 下文字带上 下文字 sel买 再号 Vu 就万误 这次却意外地点到 下文字 下文字